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是的 我們又回到這個Badoo Cave Series 降板 之所以回到這個原因 是因為前一段時間 在這個阿寶基范的影片的時候 就有幾個朋友跟我們說 這裡的Badoo Cave Series 原來都挺不錯的 它的味道 我們就決定來這裡再試一下 這個Badoo Cave Series 究竟是否真的這麼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這裡了 所說的就是這個San Air One 旁邊的這個Daily Burger 那廢話小說 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其他最推薦的東西 有些特別的東西 等等 我們來看這個 這很不錯 這就是Badoo Cave Series 我來吃吃吃吃看 Chi's Special Ayam Ruster Special 不是蠔媽的 61 最生氣這個蠔媽的 剛剛看到其實這裡除了普通的雞肉和牛肉之外 還有羊肉、綠肉,甚至是兔肉都有 但今天我們點了一道I am cheese special 和一道Russer special 這裡的漢堡 其實你這樣看下去 就已經跟外面的很不同了 不同的地方在這邊就是它的蛋 如果外面你點I am special 或是Darging special的話 它通常都是蛋皮 就是這樣包著肉 但這裡是很有趣的 它是將蛋分成兩層 然後就這樣夾在肉 看起來就比較厚一點 但吃下去有什麼味道呢 就要試過才知道 我們先由這個I am cheese special 開始試一下吧 其實貝哥的味道 你幾乎都想像到 就是這貝哥的味道 都是從工廠出的 但這貝哥對我來說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它的口感 咬下去很明顯的 先是麵包 然後醬汁 倒菜 然後倒蛋 再倒肉 再倒蛋 再倒起司 再倒肉 那層次很明顯 它不會相當混合在一起 我個人是比較喜歡 這樣的口感 會比較不錯 你知道嗎 發現了什麼 黃奶 我會這樣喝 黃奶 多麼可愛 其實這個黃奶來說 我覺得真的可以幫這個部 加很多分 你想想一下 即是棉刀 肉 蛋 芝士 其實都是一些很柔的東西 吃了會很滯口的東西 但這個黃奶 它的甜味 那個酸味 會幫助中和整個貝哥 不會那麼柔軟 一口吃下去 它都有不同的新鮮感 這個黃奶貝哥 其實還可以 現在就要試一下 這個我期待已久的鹿肉 其實鹿肉這件東西 我差不多四年前 在雲頂吃過一百多 當時吃的黑椒鹿肉 我記得我印象中 鹿肉是比較羊的酥味 有這樣的感覺 現在試一下這個 是不是真的那一回事 鹿肉背景 我不拍戲了 我真的吃不出 它有鹿肉的味道 即是一咬下去 它們感覺到鹿胡椒的味道很重 就跟普通的牛肉 我覺得差不多 普通的鹿肉的肉 我覺得差不多 普通的鹿肉 沒有什麼特別的新意思 好了 這樣大家重溫一下 我個人認為這個鹿肉 其實是一間挺有心思的鹿肉 雖然蛋在用同樣的急凍肉 或者麵包 但它們就肯做一些 不同的心思 和不同的小變化 在鹿肉那裡 比如說那個黃奶 或者那個蛋煎的方法 會令到整個鹿肉的口感 更加不同 另外它的價錢也挺帥氣的 我們點一個 I am cheese special 來講 它是賣4.8的 我記得暢落 家裡樓下已經賣6.5了 其實Ramne Burger 除了是一個小食之外 我覺得它更加是一個賣聲的文化 甚至有些人 他外國朋友來到賣聲 都會特別介紹他吃Ramne Burger 很有趣的現象 所以它給我受歡迎的承號 其實我覺得是拍得住那斯林馬 不知道你有沒有想推介我 我們Bugger黨 如果有的話 歡迎留言給我知道 那就是這樣 拜拜 拜拜